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今天呢 本來的凱箱分享就是我眼前的這一箱PWIGG的風景 那這一箱呢 很感謝我們的650R格子 他送給我今年的生日禮物 他為了這個禮物啊 他在之前他自己改了NRA風景之後呢 他還偷偷問我說 喜不喜歡這一款 然後呢 問我的感覺怎麼樣 我覺得這一款也不錯 然後我跟他講說 如果之後有機會我想裝裝看 感覺這一款搭我的650R應該是蠻不錯的 對比NRA來說呢 這一款的銳角那些比較多 裝起來應該造型比較帥一點 結果呢 他就借著出去南部玩的日子啊 然後跟我講說他帶了名產給我 那叫我去拿名產 我也不疑有 他就跑去他家拿名產 結果我們現在就給我這一箱PWIGG的高角度風景 那麼現在呢 廢話不多說 我們就來開箱吧 同時先謝謝650R格啦 本體拿出來呢 他的包裝就像這樣 這其實跟我女友之前那個R3的風景 還蠻像的包裝方式 應該說風景好像都是這樣 大概都是這樣的包裝啦 那這種我們把這個包裝給拆開 然後我們先把風景給慢慢的抽出來 650R格呢 這一次買給我的是淺墨色的 鏡片 高角度鏡片 大家可以看一下 非常的帥氣 然後他這邊有個很帥氣的這個摺角 PWIGG的風景啊 我蠻喜歡的 就是他有這個摺角的造型啊 所以讓他算是高角度風景 但是看起來呢 他不會那麼土 而且造型上 也可以增添車子的線條 那他的包裝裡面呢 除了一張警告表情之外呢 還有一個PWIGG的說明書跟貼紙 那說明書跟貼紙 我們現在來打開來看看 打開來看看之後呢 這貼紙好像蠻多車友就是 裝好之後他就直接貼在這邊 這還蠻帥啊 不過我應該不會貼 他連風景的安裝方式都有給耶 那說明書裡面有什麼呢 他就是有寫一些風景的參數 然後再來就是 前面這邊都是一些比較文字類表格類的東西 現在呢 我們就直接去裝車 然後跟大家分享一下這款風景 裝在650它上面 實際上感覺是怎麼樣吧 GOGO I'm gonna sing and I'm gonna sing I'm doing the world I'm gonna sing down under the water I'm doing the world I'm gonna sing and I'm gonna sing OK 現在呢 我們已經把這組風景給成功的安裝好了 並且呢 我已經上路體驗騎乘過了 那這組風景呢 在這邊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的體驗心的 這組風景首先呢 真的是非常的漂亮 大家可以從車頭這邊看一下啊 小六仔它整個車頭的造型就是這樣子有靈有角的 那再配上這個風景的這個折角啊 更加的凸顯它的線條 然後呢 有點畫龍點睛的效果 那這個風景它的角度增高的幅度 其實沒有NRA那麼大 跟原廠的相比啊 如果這一組風景大概是增高15%左右的話 NRA大概是20%左右的增高幅度 所以說 如果你要比較好的綠風效果 回風效果的話 那就是去選NRA的 那如果你要比較好的線條感 俐落感 但是它的回風程度可能會稍微差一點的話 那這一組風景呢 會比較適合你 我自己個人啊 在體驗過後呢 我是覺得這組風景它在高架上面的效益是比較大的 你在一般低速啊 或是在市區騎乘 其實這組風景它騎乘起來是沒有什麼差別的 但是呢 你今天一旦上的高架 像是西濱 你把速度慢慢提升到100公里 110或是120以上的話呢 這組風景啊 它就是會有它的優勢跟效能出來了 那麼以前在原廠進的情況之下呢 我可能要全趴 就是大概趴到這個程度 才可以整個蓋進我的風景裡面 然後躲到風景的後面 讓身體可以不用承受這麼大的風壓 但是在換上這組風景之後呢 我只要半趴 就可以躲到風景後面去了 就可以不用承受這麼多的風壓 那麼呢 在換上這組風景之後啊 原本 呃 風上來之後啊 在高架上面 風上來之後是直接打在身體上面 但是換上這組風景之後 它就會打到將近 擋到將近上胸的位置 所以說 以我身高172來講的話 換上這組風景之後跑高架 我只要半趴就可以完全躲風了 就可以讓風呢 從我的安全帽頭頂去流過了 那這樣有什麼優勢呢 第一個就是你不用趴車趴得那麼辛苦 在高速的情況之下 再來呢 就是 今天你用半趴姿勢 就可以獲得一樣好的就是流線效果 在整個風景改完之後呢 其實我是蠻意外的 因為呢 我沒想到改上去之後 竟然這麼的漂亮 這麼的好看 大家可以看一下這個是淺墨色的風景 那它有出深墨跟透明的 原本呢 我自己是比較主意透明的 不過呢 那時候我跟六尼亞哥討論的時候 就是 我有跟他就是有意無意的提到 好像淺墨也不錯 所以說六尼亞哥之後他選了這一片 淺墨色送給我 一開始打開的時候 我還是覺得這淺墨色 欸 奇怪這顏色好像有點 呃 淺紫淺紫的感覺 看起來怪怪的 但是 實際上裝上車之後 真的是好漂亮 而且 它比原廠的透明片啊 看起來更有豎沙感 大家可以看一下這整個車頭的上去的感覺啊 從這個角度看 真的是很帥 它跟這個頭燈的這個黑色是相呼應 那 在整個這樣子造型上去之後 再加上這一塊貼紙的黑色 它用這個淺墨色跟這個顏色做一個搭配啊 看起來整個車頭的感覺啊 就是更銳利 更術殺 那這兩條線啊 勾勒出來的這種線條感受 就是讓整個車頭的 呃 感覺啊 就是更加的畫龍點睛 那更加的帥氣 更加的有形了 我這組風鏡啊 就是 裝上去之後 真的讓我覺得非常的讚 非常的喜歡 在這邊啊 也謝謝六零阿哥 送給我這麼好的一個生日禮物 真的是很開心 這個風鏡裝上去之後 整個六零阿的車頭 變得好帥氣 真的是非常的棒 很多人在敲碗就是說 短排架 短排架其實我有在考慮 但是 之前我跟他 就是先解渴啦 六零阿哥已經先改了 所以說大家先看那支影片解渴一下 好 那這一次的改裝分享呢 就到這邊了 真的很開心 也很謝謝六零阿哥 送我這麼好的一個生日禮物 好 那以上啊 就是這一次的開箱分享囉 很謝謝六零阿哥的禮物 我真的非常的喜歡 這次的影片就到這邊囉 我們下次見 謝謝大家 掰掰 我們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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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次見